哈喽,哈喽,大家好,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周深出道之前,卡布时期在直播平台碎碎面给大家讲鬼故事,最后还要给大家说晚安的音频,别人给大家讲鬼故事想要的效果是吓死人,而周深的鬼故事是要吓死人,不信大家来听听卡布的鬼故事吧,对了,最好是戴上耳机哦。 hey hey yeah umhmm yeah pill 哎呀,中间有个鬼呀 他遇见了一个鬼啊 然后他就被鬼吓死了 从前 有一个写书的人 他十二点回家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鬼 因为那个鬼 又看见了另外一个鬼 然后那个鬼 就吓死了 然后这个作家 他就说了一句话 看的鬼哦 好大家睡觉晚安 真的睡觉咱 你们不睡觉 我就念进来 以上就是周深卡布时期在直播平台为大家讲的鬼故事 你是被吓到了还是被笑到了呢 纯靠一惊一炸和音量吓人的小卡布也是无敌可爱了 有人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搞笑 都要笑死了 那个嘿嘿哈哈耶耶 你能忍住不笑吗 不过 如果闭上眼睛 是不是感觉深深就在你枕边给你讲鬼故事 这声音你不戴上耳机听就有点犯法了哦 故事的开头 啊啊啊啊可爱死了 中间的时候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后面的时候 可可嗨嗨没事夸夸我的深深 我想说 从前 有个鬼啊 他遇见了一个周深啊 然后他就被可爱死了 不知道您听了周深碎碎念的鬼故事后 有什么感觉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